大家来到本期的新视野观察室 很快呢8月份也要过去了 虽然8月份的市场数据呢还没有出来 但是呢我相信大家朋友们也跟我们的感受一样 就整个感觉8月份的市场好像很火热 因为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想买房子 Rochemont Hill的一栋房子出来上市两天 他就收到了offer然后就卖出去了 我们连低offer的机会都没有 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感受 对其实你观察的就是跟我们看到的 和感受到的其实很一致的 在8月份的时候消息面上我们都能看到 大家谈论的房子都是说房市场比较火爆 很多地方去抢offer然后价钱也上升的比较快 这是一个确实大家看到的一个市值情况 但是有一点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呢这个房产的上市量也增加了很多 就拿我所住的小区来看吧 上个星期我发现有三栋房子都拿到市场上来卖 这个呢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的市场上的价钱呢 可能已经达到了很多的卖家心里的期望 所以他们也愿意拿出来 另外呢他们也觉得现在的市场的热度比较高 卖起房子来比较容易 也愿意在这个好卖的时候把自己卖房的问题来解决掉 那您说这么多房子它一下子都涌到这个市场上来 它会对这个市场将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从对市场的观察上来看呢 我最近呢有两个想法 也是我从市场的表现上来说呢 得到严重来的一些结论 那么我们看到呢 首先第一个我观察到呢 就是说公寓市场和独立屋的市场 可能呢在今年呢又完成了一个转变 怎么说呢就是在2016年开始呢 到2020年这四年呢 公寓市场的涨幅呢非常高 我认为基本上经过这四年的涨幅呢 它已经完成了当时和独立屋的价格差距过大的 这个价格的体现啊 它已经实现了 那么从独立屋的角度来讲呢 在2017年的高峰 经过这个市场调整到2019年的两年调整呢 也基本上从今年年初就调整到位了 那么现在呢 它和公寓楼的价格呢 居住度呢来讲呢 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独立屋更适合投资 那么热度又回来了 所以可能这是一个转变 另外从近期看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 因为独立屋的市场呢 这个一下也比较火热 那么有很多的房子上市 可以从近期看呢 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在接下来两三个月呢 还要看一看整个的这个购买力的情况 和上市的这个饱和度 我们还要再继续观察 那您说公寓市场在这前二四年的时候 它已经完成了一个转变 那如果说咱们往后看 向将来去看 公寓市场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是这样看啊 就是从现在到未来的几年呢 可能公寓市场的价格呢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这个变化 就是这个上涨的空间上来说呢 应该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呢 价格的向下调整的可能性也很小 所以从投资人来说呢 你可能要有一个耐心 要等待它的价格的那个 再次的大幅上涨 最主要的影响的是 目前在公寓市场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租金呢 我们几个月前的这个 新视野观察室也谈到了 这个租金呢 调整的比较厉害 那现在这种租金调整趋势呢 还是没有改变 就是因为 还有是有很多人 没有回到这个市里 没有回到公寓区 就是租房市场没有那么 需求没有那么大 这个租金对房价的 这个投资者的伤害呢 还是有的 可能在今年底 或明年初呢 优优续续还会有一些投资人呢 他们会把他们的房产 从放弃出租市场 拿到这个出售市场来卖 这样可能对房地产 公寓市场的这个 卖房子的价钱上 产生一定压力 那接下来的几年呢 虽然公寓市场 未必有这么大的涨幅 但是公寓作为一种 地产投资品种 依旧是您可以进行 长线投资的 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咱们再回过头来 说说独立物市场 您觉得独立物市场 在今后它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发展方向吗 从稍微长一点事情看的话 我们看几年的时间吧 也不是说很长哈 几年时间 对于地产来说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短的 至多也算一个中期的 那我觉得这波的 独立物的上涨呢 才是刚刚开始 所以呢 作为这个要购买投资 购买这个独立物的这些 特别是很多人是希望 买房子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 我觉得越早下手越好 因为接下来的那个 可能会有很高的一个回报率 在这个物业的升值上 那谢谢您刚才给我们提的建议 我们在这里呢 提醒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 其实呢 现在多多地产市场呢 还是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如果您是真的有自住房的需求 或者是您是想投资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 可以进场 希望我们建议的对您有帮助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新视野观察室 请您点击上面链接 关注我们频道 记得点亮小铃铛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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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